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由于林婉容来的时候已经是极晚了 今天的招路也是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所以两个老头子才有功夫跟他打开了画匣子 原来这些才子们的到来也是肖大小姐的主意 他故意放出风声告诉这江南的世子们 肖家大小姐要选序了 造成轰动效应引来这些才子们 世子们的到来不仅极大的提高了肖家的声誉 就连肖家的声誉也猛然之间增长了不少 这实际上是免费的为肖家打了一次广告 就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至于怎么处理这些扎堆的才子 这两个老头似乎也不太清楚 事实上也幸亏他们算是这肖家的元老 才能了解这么多内幕消息 换了别人根本就不会明白 这原来都是肖大小姐的精心算计 这肖大小姐敢拿自己的名声做广告 这般胸襟自然非寻常女子能比 两个老头说起来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不过林婉容心中却是有些不屑 拿天下人开玩笑 这未免太小瞧于人了 如果被有心人识破 看你这小妞怎么收场 这两个老头难得见到林婉容这么一个无耻的对胃口的人 和他东扯西聊 时间倒也过得快 眼见福伯从外面走进来 林婉容急忙站起来道 福伯 谈得如何了 福伯叹了口气道 唉 经过我艰苦卓绝的思想工作 上面终于勉为其难地同意了 给你一个机会 另外两个老头显然是明白福伯这种小事化大的本领 对于他所言的什么艰苦卓绝的思想工作 自然不信 玩这一套 林婉容更是此中翘楚 对于福伯前面的话 这小子直接过滤掉了 如此到有劳福伯了 他日小生必定好好感谢诸位的提携 林婉容假惺惺的向三个老头一作一 文邹邹地吊起了书袋子 当下林婉容口述福伯执笔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世界的第一份劳务活动诞生了 他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一次将两个民事主体放在了同等位置上 当然 对于林婉容提出的什么八小时工作制 福伯直接无视 不叫你卖身已经是够便宜你了 还想一天只工作四个时辰 那让别的家丁怎么混啊 林婉容对这一点倒也不是那么苛刻 反正对于他来说 加班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在这一点上 他所经历的两个世界是如此的神似 从来没有加班费 看着自己写得歪歪扭扭的林三两个字 林婉容很满意 这个无意中设计的签名倒很有个性 没有人能够冒充的来 将那契约写好 林婉容签完字 福伯出去了一趟 回来的时候 契约上已经多了一个捐秀的签名 萧玉霜 萧玉霜是谁 林婉容心里疑惑 却没有出言询问 福伯三人受萧家委托 作为担保人 也在契书上签名画押 毛笔落下的那一刻 林婉容的眉头还是皱了一皱 卫老头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否则有你好瞧的 林婉容心中叹了口气 从这一刻起 他就成了萧家大宅里 一名光荣的家丁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成了他此时心情的最好写照 幸好只有一年的时光 为了做一个有诚信的 品德高尚的人 我忍 出了门 已是日落西山 门外嬉嬉书书的 没有几个人了 倒是才子阵营那边 传来阵阵的喧哗声音 还伴着些哭喊声 林婉容就是一个 唯恐天下不乱的主 此时听到才子那边吵得热闹 索性无事 不如过去看看 他走上前去 仔细看了一眼 原来一个二十多岁的 打扮寒酸的公子 正在嚎啕大哭 旁边还有一个人 在不断地归劝 算了 季长兄 天下何处无风草 何必非要萧家找 既然没有入围 只能说明 你和萧大小姐没有缘分 砍开点就好了 那人劝道 哭泣的公子 猛哼了两声道 秦冠兄 你倒是入围了 当然说得轻巧了 我酷读师书这么多年 亲戚书画 笔月铺设 样样惊动 为什么就被淘汰了呢 萧大小姐怎么就这么没有眼光呢 季长兄 这个好像和萧大小姐没有关系吧 你我都没见过小姐的面 怎么能把责任归咎到她身上呢 依我看 这萧大小姐真的是天资聪颖 博学多才 天生丽质 巾帼不让须眉呀 秦冠兄嘖嘖地赞叹着 看到旁边人的眼光朝自己射来 更是面露得意之色 今天的才子面试 过关的不多 这秦冠当然有理由骄傲了 秦冠兄 你今天下午运气好 抽到了那么简单的题目才能入围 怎么我就这么点倍呢 难道真的是天灭我季长 林婉容听了一会儿 也大概明白了 原来这两个公子 一个叫季长 一个叫秦冠 听那意思是 秦冠过关了 而季长被淘汰了 所以才会如此郁闷 不过 一个大老爷们被淘汰了 竟然如此痛哭 这人实在是有些娇气了 看他也是出身寒门 怎么这么的经不住打击 林婉容自认为是打不死的老虎 心里对着季长的软弱 着实有几分鄙视 这个叫秦冠的家伙 倒是脸皮厚实得很 抗打击能力应该比较强 林婉容走上前去道 两位兄台请了 秦冠和季长打量了一眼林婉容 见他穿着普通 又是刚从家丁堆里走出来 不用说 也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人了 便都有些瞧不起他 就连那哭哭啼啼的季长 也擦干了眼泪 显然不想在这个文盲面前丢了丑 你有什么事吗 秦冠兄啪的一声 撑开手中的折扇 轻摇了两下 傲慢说道 秦冠衣着普通 面对着林婉容这种劳苦大众 却有着读书人的骄傲 打心眼里看不起没读过书的人 林婉容也不与他计较 抱拳笑着道 官两位兄台气宇宣昂 人品不凡 一定是来消解应事的才子吧 秦冠与季长一起点头 脸上露出微笑 显然是林婉容的马屁 拍到了点子上 林婉容脸上露出兴奋之色道 太好了 我没有读过什么书 最羡慕两位公子这样的 有才华的读书人了 但不知两位公子去消解应事 读问了些什么东西啊 秦冠脸上露出沮丧之色 秦冠却是眉飞色舞 故作矜持得到 也没考什么东西 不过是问了几个 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 做了一首小诗罢了 有挑战性的问题 这个应该就是脑筋急转弯之类的问题了 这一点上 家丁与才子们倒没有什么不同 不过作诗一项 就显出两边文化层次上的差异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家丁 哼 什么有挑战性的问题 不过是一些奇音巧技 突成口舌之力罢了 继常怒道 显然对这脑筋急转弯 有着很大的怨气 秦冠黑黑笑了两声道 嘿嘿 那就不说这个问题了 你继常兄平常也号称满腹经轮 今天怎么连收小诗也做不出来呢 我 我 继常脸色胀的通红道 我一时没有适应 有点紧张而已 而且秦冠你抽的提简的 我抽的提难度较大 看他的脸色 林婉容就明白了 这继常准是一个读死书的主 暗在原来那个世界的话说 就是应试教育的产物 呆板不灵活 不知变通 平时记得牢牢的 上了考场 一紧张就懵了 秦冠显然也不是什么好鸟 听他在外人面前 说自己的提简单 脸上有些不好看了 冷笑着道 秦长兄 这是哪里的话 风花雪月四道题 任抽一题作诗 我抽了风 你抽了雪 都是众目所见 明明白白的 怎么能说 我的简单 你的难呢 秦冠说着说着 便摇头晃脑地迎了起来 去年一旅风 深藏弄堂中 呼唤未闻响 来去影无踪 他脸上满是得意之色 显然对自己 在考场上的发挥 深感满意 林婉容想笑 却又不好意思笑出来 这也能叫诗 这样的诗 本才子放个屁的功夫 都能整出三手来 秦冠得意的道 季长兄 刚才在考场上 你是临时发挥诗长 不知你现在想好了没有 以雪作题 你那诗可淫得出来 秦冠脸上有几分亲密 文人相亲这话倒也不假 他知道这个季长只会死读书 想上个两三天 说不定的能凑出一手来 但是眼前这样的极致 他是肯定没有的 季长老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显然到现在 也没做出这首以雪为题的诗 林婉容本来只是想打听一下才子们应聘的事情 见这个叫秦官的家伙 一副咄咄逼人的神色 心里老大不爽 而这个季长也太不争气 憋了半天 愣是没放出个屁了 林婉容本人喜欢欺负老实人 但却见不得别人在自己面前欺负老实人 他心里默念了一阵 哈哈笑道 这么容易的小诗连我这等山野匹夫都能想出来 我看季公子一定是在谦虚了 不如这样吧 我念上一首 请季公子 执政执政 见秦官脸上惊奇的神色 林婉容心里大乐 小贼 本才子的身前 哪是你这等小人物看得出来的 林婉容夺了几步 黑黑念叨 江上一笼筒 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这是一首地地道道的打油诗 本来林婉容也不好意思拿出来献丑 但是那个叫秦官的家伙 那狗屁不适的四句话也敢叫诗 林婉容心里已经大言不惭的自封为诗仙了 好诗 好诗啊 季长惊叫起来 用小扇拍着手道 江上一笼筒 描述了雪花纷飞 笼罩江面的景象 这是一个盖景 是圆景 接着胸台笔锋一转 到了近处院里的水井之上 白雪哀哀 只有这井口 悠悠深深 像是一个大大的窟窿 至于最后一句 则更是神来之笔 白狗身上肿 一个肿字 便将静态的雪井 画为活物 这首诗比你得当 意境深远 整首诗并无一个雪字 却写出了大雪哀哀 漫天飞舞的气势 当真是难得的佳作呀 真是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斗梁 胸台当真是深不可测 深不可测呀 这个机场虽然不会作诗 但是分析起来 却是一套一套的 什么远景近景 什么画景围动 什么比你一静 几句打油诗 竟然愣是被他分析出了 这么多的弯弯道道 要是放在林婉容那个时代 一定是个优秀的评论员 林婉容强忍住笑意 故作谦虚地道 诚上诚上惭愧惭愧 呼唇 一声轻笑传来 林婉容这个半才子扭头一看 却见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正站在几个人中间 眼唇轻笑 显然是听到了林婉容的打油诗 才笑出声来的 原来是你呀 林婉容笑着道 小妞正是昨天买下 她小册子的那个小妞 季长和秦冠 两个人一见漂亮小姑娘 眼睛顿时一亮 急忙掩饰住眼中的狼性 彬彬有礼地走到她身边道 这位小姐请了 在下秦冠 季长 请问小姐鲜香何处 年岁几何 可曾婚嫁 林婉容吃惊地张开了嘴巴 没想到 这两个家伙竟然这么大胆 问得这么直接 泡妞不要命了吗 小姑娘脸红过耳 娇声赤道 你们 你们都在瞎说些什么 林婉容哈哈大笑道 小姑娘 他们想泡你啊 这都不明白 小姑娘脸上血红一片 指着林婉容道 你这无耻的灯徒子 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小姑娘转过身 拔起小脚丫子 飞快地跑了 我怎么又成了 无耻灯徒子了 林婉容心里郁闷 上次萧清玄这样骂她 还情有可原 毕竟她占了人家便宜 这次 她只不过说了一句话 就又变成灯徒子 心里还真够委屈的 这小妞怎么不去骂 那两个无耻的厚脸皮的家伙 反而来骂我 这她娘的什么世道 这其实是林婉容误会了 男女授受不侵 虽然是铁律 但是这个时代 男女交往少 男子遇上中意的女子的机会也少 因此 那些风流点的才子们 遇上中意的女子 一般都会上前搭讪的 女子们遇上合适郎君的机会 就更渺茫了 一旦遇上有人相寻 只要对上了眼儿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只是这个小姑娘年岁尚小 对这种情形不适应 才会急怒之下转身而去 林婉容不了解情况 见纪长和秦冠 看着小姑娘离去的方向 目光中充满了流烈 她对这两个真正的登祖子 可没什么好感 见时间已晚 当下门哼了一声 不顾两人自行离去了 萧家选拔的家丁 明日便要入宅了 今天是萧家留给他们的 收拾行李的时间 明天这些家丁们 就要踏入梦想中的萧家大门了 他们绝大多数人的心情是兴奋的 进了萧家 在家丁界也算立足了 只要努力 说不定会有更大的发展机会 唯一例外的是林婉容 想想明天就要进去伺候萧家的老爷太太了 她的心情差劲之极 只想找个地方发泄一下 如果不是因为不知道通往窑子的道路怎么走 她身下此刻肯定已经躺下不止三个小妞了 她以上帝的名义保证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